高雄中山大學主親生的同學 總是會利用時間為留世家庭的小學生 來進行課後的活動 當時還會帶領這些孩子 來幫環保佔慶祝體驗回收的儲備 為環保回收的過程 不然是大學生收費了很多 就連接受這個科学活動的小學生 也都因為這樣漸漸有了改變 大學生和小學生乖乖坐在台下這年輕鬆 原來是要向環保志工 學習健康的回收方法 主要還是希望大家都知道 這些環保志工很辛苦 本來就是因為我們製造這些垃圾 所以他們必須要很辛苦的去把它回收 也讓他們知道哪一些是可以做回收 以後自己日常生活可以做 這關小學生 大都是幼稚家庭的孩子 高雄市中山大學主生生 不是幫他們做課後的普通 竟是從對他們做回收款 用行動愛給他們求 教育實驗社 我覺得就學到很多東西 像跟小朋友克服的時候 你就可以想說 你要怎麼跟小朋友建立感情 然後幫他們在課業方面 或者是他們日常生活 了解他們多一點 這些做環保可以怎樣 幫助地球可以更好 做回收的過程 不然大學生做到麻生發育 收費很多 就連小學生也在這當中 竟可以退回到 在學修學再做學 他們竟發完未來一定要做一個 秋心向爺的走廊祭崗 大新聞 胡青青 陳士文 高雄報道 智商 去年